一位独自在加拿大留学工作的上海小伙子 生命突然陷入了绝境 但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来看下面这个神奇的故事 如果不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 当时22岁的黄山绝对想不到自己会跟法轮功有关系 08年的圣诞节的那个week的monday 正好我在开车去上班的路上 突然间就是接到医生的电话 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你的报告出来 然后结果不太理想 医院的报告上写着晚708癌 这对刚刚毕业拿到工作签证 准备今后办移民的黄山来说 无异于是晴天霹雳 为了治病 黄山的一万多家园积蓄很快用光了 而正式的化疗还没有开始 怎么办 他从移民中介那儿了解到 申请联邦保险能够最快解决医疗费用 但有个条件必须要办难民 而中介推荐的办难民理由就是练法轮功 最初对我来说有一点震惊 但我的本意是说我只要能救命 我现在什么都不管 因为医生跟我说你现在就是生和死之间 中介把黄山介绍给法轮功学员 黄山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 开始参加同修的学法交流 不到两个月中介帮黄山申请的保险 黄山开始了两周一次的化疗 但痛苦也随之而来 那个时候就是做完化疗都会吐嘛 就是就是吐到人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 头发薄的就跟纸一样 就是特别瘦 脸色特别就是黑一点 虽然痛苦随着化疗加深 但法轮功学员对他的关心和照顾 让几年来独自在外的黄山觉得非常温暖 通过学法交流 黄山一开始明白 法轮功能够达到去病健身 但最重要的是修炼心性 提高自己怎么从心底里面去放下你的执着心 无论是对物质也好 对其他东西也好 你怎么去放下 这是最重要 那这就是修炼心性 学法不到两个月 黄山体内的癌细胞明显减少了 在总共16次化疗 做完7次之后 黄山就决定要停药药物质量 放弃了一条路 那我就选择另一条路 因为毕竟还那么年轻 并不想就是这样离开 然后我就更认真地练功 然后加强了学法 我就觉得身体就是慢慢在恢复 然后头发就是一点点在长出来 脸色一点点在变好 感觉像是活过来了 如今黄山已经修炼法轮功两年 他说自己更开朗 看世界也更美丽 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也很感谢大法 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 让我换了一个角度 去理解我的人生 然后让我有机会 能够站到这里 能够就是把我的路走下去 新唐人记者秋名 多伦多报道 那么多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